各位观众老爷们大家好呀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金贝新发布的聚光筒 EF ZF3 下面我将给大家带来它的操作和介绍视频 EF ZF3型聚光筒采用了标准保容卡口设计 兼容各类灯光设备 EF ZF3型聚光筒针对常亮灯进行了优化设计 在整个镜桶的后部设计了塔状散热模块 可以有效将热量散发出去 而不是堆积在镜桶内 同时前镜组采用了可拆卸设计 将对焦旋钮卸下即可完成镜头的拆卸 本次我们使用的是20度视角的镜头 不同视角的镜头可以制作出不同大小的图像 在前镜组的前端采用了四爪卡口结构 可以将色片牢牢地夹在整个镜身的前方 这个设计可以避免色片因灯光的激温而融化 现在我们将色片和色片夹安装到一起 然后就可以装到我们的输光筒上进行使用了 在后镜组的前方设置了四叶遮飞 我们可以通过调整遮飞的位置进行简单的切光处理 同时可以在四叶遮飞前端安装gobo速光片 可以制作出不同的光影效果 现在我们将gobo造型片和造型片夹组装在一起 像这样就可以装到树光筒上进行使用了 我们可以通过拧动前端的对焦旋钮 并抽动前镜组进行对焦调节 NOTIDA 樹形 地团 说 ĸ art 收地 撈 撈 高 刽 1 现在你已经掌握了它的全部使用方法 将你的常亮灯安装上去 开启你的创作吧 开启你的创作吧 开启你的创作吧